低头足盛行 许多人除了白天滑手机 回家还继续熬夜追剧 神经外科医师杨宁许表示 过去颈椎退化多见于50岁以上中老年族群 近期临床观察 颈椎退化有年轻化趋势 因姿势不良 二三十岁就发生颈椎退化的比例约增加三成 颈椎如同身体的避震器 长期姿势不良 加上经常熬夜 会造成软骨内含水量流失 容易影响颈椎原有的弹性 导致颈椎弯曲造成疼痛 还可能因为椎肩盘突出骨刺增生 出现手部酸麻疼痛无力 使用3C产品最好每一小时就休息10分钟 避免维持统一姿势过久 可配合热肤肩颈部 一天2到3次一次15分钟 帮助肌肉放松 并做肩部伸展 避免久不动僵硬 先将手臂上台并放在背后 手肘自然弯曲 再用另一手按住弯曲的手肘 并向右拉 每次停留10到15秒 之后左右交换 总共15分钟 一天3次 藉由伸展摆下血液循环 不过如果出现异常 手脚疼痛无力 像是无法拿碗 甚至走入部太不稳 可能有严重的神经压迫状况 应该进一步就医检查评估 配合手术减压治疗才能改善